好 声音消息要提供给大家了 小猴等一下如果你要回家吃饭之前 你要先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先去加油 因为据说油价又要涨了 台湾中文公司宣布 在明天凌晨0点开始弃柴油 来看到柴油的部分涨了0.5块钱 汽油也是 那参考这调整之后的价格 925000汽油每公升24.7块钱 95000汽油每公升26.2块钱 985000汽油每公升28.2块钱 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2.3块钱 所以要涨价了又要突破29人大关了 我看到心都凉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暖暖进来才可以 是谁要来做客呢 欢迎陈文玥 哈喽 怎么样 今天没有吃饭 你先来这边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因为今天大家进来都是一样的反应 你先来这边 为什么我会说文玥今天是暖暖的呢 来 上后转 真的是少女 为什么你的笼笼包还这么可爱啊 很可爱 这个其实是昨天我去中立的时候 因为我在那边有直播 然后就很冷 现场民众给我的 真的喔 好暖心喔 真的会暖吗 真的耶 而且我从早上用到现在 对对对 我早上看到你的 你都没有换喔 就是这一个 还蛮持久的 因为你刚刚首先让我真的觉得 好像蛮冷的感觉 来 给你给你暖一下 看到你我现在都不冷了 也不饿了是不是 对啊 也不饿了 因为有美女在就真好啊 好 来来来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加入晚报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是 就这样子了 好不好 就这样子了 有点 对对对 好 不过来看到 桌面上没有澎湃大餐没有关系啦 接下来看看下一则的新闻 是蛮澎湃的 过年过年你要吃什么 吃年夜饭 你桌上会有什么 猪脚 鸡汤 鸡汤 炸虾 鸡蓉 他们家都吃好好喔 自己煮吗 对啊 因为我们家都习惯 以前奶奶家就煮一大桌的种 哇 我们家现在走那种外卖路线 因为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 从来一定要点那种锅才可以 其实过去几年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出去吃年饭 觉得比较方便 你也不用再去准备啦或是洗 但今年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外卖倒是卖的还蛮不错的喔 但是外卖的锅里面 一定会使用到猪肉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买的东西 到底跟猪肉安不安全 有没有关 大家都还是担心啊 对啊 可是有些人就想说 元旦到 元旦开始开放 好像现在市面上 应该是还没有啦 预计估计大概是三四月左右 可能才会上到餐桌 好妈谢谢气泡水 谢谢Lily 谢谢高丽敏 还有陆佳千 哇他们很厉害直接把两个 我们两个人贴图送一整盘给我们 谢谢大家 好可爱喔 同时呢还是要再次的 请大家把我们的直播连结分享出去 让大家都能够加入中天的晚报 再来看到最近天气真的好冷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像文悦呢 随身都有这个贴好贴满暖暖包 新北三峡这妇人 也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当时她在路边等朋友 结果心脏就不舒服 没办法呼吸 甚至直接跪倒在社区的车道口 不过幸好这个巡逻远警 刚好就经过了 马上上前来协助 也呼叫了救护车 抢在这个黄金的时刻 把她送进医院 救回了宝贵的姓名 你怎么了 我心脏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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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着胸口夫人表情猙獰 跪地痛苦求救 巡逻远警撞见 赶快上前协助 你还好吗 我都呼吸了 我去 你这样躺好 好痛 到我路边痛到不断哀嚎 只见她左手紧抓 心脏不放 呼吸越来越急促 圆警马上脱下外套 帮她盖上 情况越来越危急 好在救护车 及时赶到 好想吐 我想吐 二十二 我跟妳講妳放心收起 妳慢慢呼吸 合力将人抬上单架 准备送往医院 好在警民合作 把握黄金救援时机 看到有人不舒服 拦下巡逻远警 才发现 夫人蹲坐在社区车道 疑似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气温骤降 导致胸门喘不过气 我以前都会痛 悶痛 悶痛 你背后会不会痛 极客救援 救回富人的宝贵生命 今宵合力无解 也让人看到寒冬中 最温暖的一幕 解新北市综合报道 好说到冷 这几天真的蛮冷的 尤其明天 又冷空气报到 所以在今天 其实来到这个亮饭店 就看到 过去我觉得好像 在台湾 除了在山区的部分 大家会一定要用到暖气 暖炉等等 不过现在天气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大家要来抢买电热器 还有这项产品也很热门 它是改良过的吧 它是改良后的电热毯 而且它是可以恒温自动断电的 让民众在使用起来 可以比较放心 但是还是要特别 小心来使用了 怎么说 才可以预防相关的意外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整理报道 走进亮饭店 现在人气最旺的地方 就是在电热区 下一步寒流 11号报道 许多民众都来抢购电热毯 就是可以铺在床上 这样的话 因为那个 它好像比较耗电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热起来 但这个蛮快热 到就是这个有微电脑 所以可以断电 比较不会少起来 市面上贩售的预寒电器 以碳塑灯 叶片式电暖器电热毯 三项为主 相较于前两种 主要是提高室内空间温度 睡觉时使用的电热毯 感觉更直接 成为许多民众的新选择 传统是直接接电的 然后安全装置不像这么多 电脑控制的好处的话 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 会自动断电 保证你的安全 像什么电压过高 或者过热的情况 它都有安全装置 会自动停止 电热毯先改良 高科技控制 会自动断电跟控温 不过使用上也有禁忌 除了不能毯子潮湿时使用 也需要拉开摊屏 切记不可折叠使用 折损电线 另外针对现在最夯的电热毯 医生也提出建议 医生提醒最怕漏电发生 除了尽量挑选大品牌 也需要定期泰换 才不会造成皮肤过敏等情形 记者林祥 陈黎安台北采访报道 我看到聊天室里头好多网友说 台中有个好市长 还有说燕子市长 燕子妈咪赞啦 李爱华说盧市长最棒了 大家对于莱猪真的都不想吃 再来看到还有是 马克特也说盧市长赞加一 好 要请大家也帮我们来按赞 这是中天新闻 家会远挺中天 解挺的是一个价值 支持中天好朋友 请大家来加入YouTube中天电视的会员 你加入了吗 如果说你支持言论自由民主制衡 请您加入中天会员 如果您支持包容不同的意见 想加入台湾奋起的行列 也请来加入中天会员 如果您支持人民最大 中华民国万万岁 也请加入中天会员 加入中天会员 每个月可以固定小额的赞入中天 帮助中天新闻维持营运 保住台湾最强监督力量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不能够变成一言堂 加会员挺中天 您就是台湾民主的守护者 中天有400位的员工 感谢您的赞助 我看到你在旁边比好像手语主播 我在旁边可以帮助大家消化 那接下来再请麻烦 还有请大家记得 如果说你看过中天影片 要记得帮我们每一篇都按赞 分享连结 并且在底下留言 或者对正面留言也帮我们按个赞 以上每个动作 能够帮助中天做到监督的力量 让中天更强大 好 谢谢温宜主播 好 另外 不过还有个特别的讯息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呢 是有网友提供了讯息 只说什么呢 有人啊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假冒中天的账号 要请粉丝来投资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边 千万要注意了 对 没错 看到这后面 那么中天呢 我们在此特别声明了 中天没有任何的招募投资 有任何的资讯呢 我们请以中天新闻直播 中天官方的脸书公告为准 以此呢 要请各位的观众朋友 还有网友们支持者 要特别留心了 不要让不孝 业者不孝的人士 来上当受骗这样子 对 有任何的 你想要知道的讯息 如果说你想要来确认一下 你也可以呢 在我们的FB的部分 或是YouTube部分 也可以来留言 我们都会有小编来回答大家 最近这天气很冷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没办法出国 在台湾看许 好像也可以稍微一下 就是有出国 所以我永远有在哪里看过 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雪景吗 其实我看雪都是在国外看的 一个是在纽约 然后一个是在大阪 对 都是在国外的时候 就是台湾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那接下来明后天可以 如果你有放假的话 对 可以来追破寒流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其实除了在玉山 在今天出现-14度 温度真的蛮低的 下午呢相局又针对新北花莲 发布低温特报 所以真的特别提醒了 明天开始天气又要变冷 而且是一个湿冷的天气 零下14度的玉山 披上一层白色衣服 身处童话世界般的美景 但对北风气象站的工作人员而言 一点都不梦幻 因为没有暖气 简直就像在冰柜中工作 但全台低温还得持续一阵子 预计在明天晚上之后 到后天清晨就有第一波的低温 那到时候在 其实各地普遍的低温上来讲 大概就是在9到12度 13度这样的范围 那在就是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是水气开始 逐渐减少的一个过程 气象局下午再度发布低温特报 10号晚上到11号 新北市花莲縣控持续10度以下的低温 下波寒流加上浮射冷却 低温预估下探6度 空旷地区甚至只有4度 最冷时间点也曝光 将落在周二晚上到周三清晨 至于民众有没有可能 再看到雪气象专家这样说 水气比较没那么多 不过看起来的话 在这个12号的清晨 大概是在这个比较中部的高山 可能还有一些机会降雪 根据了解下波寒流 将转为干冷形态 虽然低温没有目前这波寒流低 但体感温度可能差不多 气温一直要到周五之后 才会再度回升 记者林一祥 陈林安台北采访报道 在《北京市内安台北采访报道》 马多多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